刘女士嫁给周先生三十多年 就像一个田螺姑娘嫁给了一个空心丈夫 一个拼尽全力付出 一个却享受再多都无感 所以当刘女士手术住院需要照顾和体贴时 周先生根本就没有那种身为丈夫的担当和自觉 今天他用一句大大咧咧来形容自己 就像抵消过错抚平妻子内心的伤痕 恐怕不那么容易 沉迷打牌不懂体贴 都是刘女士觉得周先生不算合格丈夫的原因 但促使她下定决心给丈夫打零分的 却是周先生另外一个令人发指的行为 儿子是可以作坊的 做刺激的 因为我媳妇也辛苦 晚上还加班 白天还做 他分学我都都回来接 我那个小孙子嘛 我就心疼小孩 我就说你就不要接接 就在那里睡了 我儿子说了一句话 我就听他心里不说 他说你什么意思 后来我就 我儿子要走了 我就倒楼上去 我就坐在那里 情绪不太好 哎呀 怎么不理解我 我都为他好 我都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到家了 我就坐在沙发上 他就一进来 他说还没吃饭吧 我心里还没反应过来 在问第二句的时候 他又做什么呀 又不是不理我干嘛 我问他是什么 为什么这样我回家 整午出去都是高高兴兴的 为什么回来了 一下子就不理我了 这么不高兴了 他就是不搭理我 不讲 我也不知道我儿子来了 是为我儿子的是生气 再就带开什么 你是不是要死了 你要死早点死啊 你这个拉下个底来 过得就过 过不到后你就滚 骂得好难听 后来我就到房间里面去了 他就一直都在那里骂骂骂 骂得好长时间 我就走出来 有那个单子 那个缩掉的 我说你再骂 我就用那个单子打给他 他说 你今天打老子试试看 我今天就要你的命 我就走到这里 拍一下 都没那么使劲拍的 一下子抢过来 把我按在地下打 一张单子全部打在那里 我就说 我打了你一下 你就打了我 打了我十几下 站在那里打 你脚车 抱起来 使劲地冷 后来我爬起来 你打了我 我肯定要就抓你了 是吧 一爬起来 一个巴的又打得 倒在地下去了 我又爬起来 一巴的又打下去了 打到我这边 一点 好的地方都没有 好多地方是我错了 但是我也必须要说一下 打了好几下的 我说你再不要打 打得我活起来 我会换手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动了手 其实真的不是 也不是我的错 他受了委屈 我是不知道的 如果真的是我的错 他打我 我的心肝情愿 第二天 碰到我大姐来了 他就看到 城市里全部是黑的 他说你干嘛呀 怎么身上这么轻啊 我说我在楼上是塞的 好了 我姐姐说 是他打了你吧 我就点点头 姐姐就打他电话 叫他回来 你怎么把他打得这样呢 他说 他打了我死了一下 我就是打了一下 我姐姐就说 你一下是这么打的 一下是打得到 他全身这么伤 我说你是男人 敢着敢当 你以后不是打我 你就承认 我姐姐说 等一下叫儿子来看一下 后来我儿子来了 我姐姐他们就说了 怎么办呢 打得这样 你叫三个 就来打过了 一句话 没了 为什么儿子会这么说 我也不说 那他呢 他的反应 没反应 就这么过了 就这么过了 是我错在先 但是他一脾气发起来了 就是没人劝得了的 打完以后了 他睡在场上 一般有好多时间 几天都不吃了 就会去道歉了 用东西给他吃 用东西给他吃 他从来不吃 吃得下吗 没有当时都没有道歉 我道歉 跟人来不接受 世事多了 我就没道歉了